嗯 我爷那年代卖猪肉可有钱好吗 对啊 所以给你们抬到城市里来了 是卖就抬 抬城市里是扣 扣吧 yes 谢谢小小西 我得太安逸了 谢谢叫嘉楠 向下 然后我妈就可拼 真点 谢谢懒说懒懒 我爸家劲好 你爸家劲很好 家劲好一些 然后就 你妈呢 我妈家劲很差 那那他们俩怎么在一块的 因为当时讲究的是呢 门当户队啊 那个年代 那个 谁追的谁啊 你爸妈 我爸很小的同学 我爸是小学同学 然后他们在 朋友的介绍下 长大之后 他们年代就是介绍嘛 就是媒公 媒婆来介绍 你妈不是 你妈不是家劲很好吗 还需要媒婆来介绍 我爸家劲好一点 你爸家劲好一点 我妈家劲很差 那怎么还要媒婆介绍呢 就是村里面会有人会想介绍 就是 你家的小孩到年纪了 然后就是会有人来介绍 就是聊贤科 说谁谁也没结婚 然后说我们两个可以在一起试试 是这样子 他们俩试一下 那当时门不当户队的 家里怎么会同意呢 你爸在家里 也没有门当户队啊 然后当时后面 我妈就去广州了 我妈去广州 然后她又开了个档口 然后家里还要 身上有点小钱 你爸 你妈当时变团结了 也没有 也没有钱 那我爸就从农村 追过去 追到广州去找我妈 然后硬要我跟我妈在一起 然后就留在我妈店里一走了 然后他们就在一起了 那你这一点跟你们爸还挺像 你当时也追到厦门来 硬要跟我在一块 滚 硬要跟我复合 你滚啊 我滚 有没有这事 没有 没有 谁要跟你复合了 搞笑 搞笑 可没有 又不承认了 谢谢小小夕 要不是她死皮了点 咱都不可能给她 小搞笑 谁还 谁还把我堵在厕所里 真是 可不可以很好 这个事情谁不知道 关注 关注超过一个月的 都能知道这是 关注超过一个月的 都知道谁 就是谁 关注是 颠倒黑白 现在九十九 谢谢平安 谢平安 谢平安 关注一个月都知道 谁 最硬的 谁 对谁 最硬的 一百年后 刘葱拿起火化 发现全身上下都化了 只有一张嘴还在 你嘴也挺挺的 不知道谁 最厉害是很重的 你要盘这些事情 你要盘这些事情 真正的复合 总是你开始的吧 你盘这些事情都是以前 都是在之前的事 也是你说了吧 不跟你不跟你争论这些东西 好好是我 我更喜欢你 没有 我更喜欢你 我更爱你 我更爱你 我更喜欢你 不要争论了 好 我承认 我更爱你了 哎不对 后面是你来成都 找我 我来成都找你 没有电了吗 出去吧 对啊 我已经搬来成都 你看我多爱你 记住我的好 我爸也是 最终不想搬去广州 对啊 就赖的一座 记得你老婆对你这些好 能不能记住 亲吻一下 很多人啊 亲不亲 是纯 绿绿讨厌纯 都没有电子了 是没有电了 是什么还有电话 他差两天记录 对啊 插话都很多 明明当年 也是你先主动来问我 问别人 问我朋友要我的微信 那个微信怎么问 还在这嘴硬 要问是什么没发生 见了面之后 谁更对谁更上头 那分手的时候 是谁 谁 又跑来厦门 你不跑来厦门 早就结束 我也不正常跑来厦门的 他朋友生日啊 朋友生日 赖家欣是女朋友吗 是女朋友吗 我如果说当时赖家欣 问我不让你来的话 你就肯定 他就不会叫你的 对啊 那你说你怎么说的 我是觉得他生日 我无所谓 他爱叫谁叫谁 我早就认识赖家欣 咱第一次脸埋那一天 我还连赖家欣 那又如何 你跟他关系很好吗 对啊 所以说 你们不好 就一个朋友啊 根本 不过当时的那个关系 赖家欣知道我的事情 他如果说 他来问我 如果我不同意的话 我跟大家说 你不要叫他 他肯定就不会喊你的 不好说吧 不好说 这还有什么不好说 赖家欣是我五年的闺蜜 她能像你 你看我说 什么关系有多好 挑不离间 挑不离间 我跟我闺蜜 我跟她说什么 谢谢果冻脑壳 哭了20分钟 谁哭了20分钟 谁哭了20分钟 是你吗 我可没 谢谢点饼卷 谢谢宝贝超可爱 嘴硬 小淘气 嘴真硬 你也不赖 对啊 你当时就说 不让柳冲来 就不让我来呗 为什么又让我来呢 那不跟你们直接说 不让柳冲来 不想看 我看就烦 那不这样说呢 你还不让她叫我来啊 因为我是觉得 她的生日 我无所谓 她爱叫谁叫谁 我管那么多干嘛 对啊 对啊 你一声令一下 咱就是参加不了了呀 不是一声令一下 她来问过我 我给她的回答是 我说无所谓 我说你的生日 你爱叫谁叫谁 所以她才 她才去叫你的 她当时可能 你讲我昨天 我才知道这件事情 她当时可能是 理解我的性格 觉得我 如果说我不想你来的话 接受不来 但是我这样回答 她就心里想的时候 我可能还是想让你来 她当时也来劝我 让我来 她当时可能是希望 我们俩能和好 赖亚星 因为当时我确实有段时间 我挺难受的 在厦门 赖亚星他们都能看出来 对啊 所以她就想着 她能看出来啊 她就还是想 想尽办法让你 就多跟你说说 让你过来 但是赖亚星不是 就是那样说的话 你是不是就不来了 你看你 我根本不会来 你还是不会来啊 我怕我去了 给我的姐妹们 欺负啊 如果当时你不来的话 我们俩就不会和好 这可能就是一些缘分吧 不好说 我会跟你哪次又见面 那可能要 可能半年啊 一两年才能见到 可能当时我就 就不会有感觉 不会吧 你还会有感觉吗 如果一两年不见到我 一两年你看到我 那帅气来 一眼旁 你就开始行动了 哎呀 给你 每一两年发现 我怎么又帅这么多 那当时你在厦门见到我 不是你看到我 不然好看了 才又对我重新 色新起了吗 不给你讨论这个 不过来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